好,就是这个是作为尺度分析吧 然后它的象形是这样看,就历史上来看的 这是固定象形,第二象形,第三象形 这边是第四象形 然后它是,你看就这边有一个个的小圆点 一个个的小圆点就代表一个个的关键词 然后圆点它距离这个中心点的位置越近的话 说明它越具有影响力 然后别人对它的关注点越高 如果它就是越远的话 就像这个就是很远的话 那说明它就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具有影响力 然后还有一个点 就是可以从这整个象形里面来看 就第一象形它就是代表 就是当时就是现在的热点的一个话题 然后如果对于其他的一些研究的话 但是它也有说是第一象形是代表就是过去的热点 过去的热点 然后第二象形是代表现在的热点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就是对于我现在这个研究是 巨生认知 它现在的话就是大家都还在停留就是现在还在探讨理论 所以说这些理论它不是过去的热点 所以它现在还是当时的热点是这些东西还在 它还在讨论 所以说它现在是当时的热点 然后第二象形它也是 然后第一象形它是代表就是比较成熟 然后当时的热点 然后第二象形它也是就是现在很热门的 就是也是当时的热点 然后第三象形的话 它是说就是还没有那么成熟 也就它的人还比较少 还有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空间 然后第四象形也是就是研究成果很少 然后是未来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但是它研究成果很少 也代表它就是可能在处于就是整个研究的一个边缘地位 然后未来的话它会不会去再去研究 或者会不会去会消失 就是从就是大家都不研究它了 还要从文献里面去看 从那个你对整个领域的一个理解去去看这个问题 好谢谢 静怡呢 哈喽 哈喽 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 我想要请问一下下 因为这边刚刚你有提到就是你的data是收到 就是11月份那时候 11月初的时候 所以如果像我们要做像这样的一个计量分析 那那时候的关键就是比如说 你是怎么设定那个时间点 就是收到11月6号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关键就是设定 应该要怎么设定 就是我看你的关键字好像是什么 Lessence Studying跟那什么 Lessence Studying 因为给你们的那个是我之前和吴老师也写过一篇论文 也是用这个笔刊做的 然后我就直接用那个那个简那个简报来那个 了解 对刚才我对刚才我有发现该过来的 对 然后就是时间点的话就是不设置时间点 就是我当时是怎么 我以我当时的那个点 10月6号 然后我不限制它是15年到20年还是10年到20年 我就不设置时间 然后尽可能的是搜寻到很多的文献 然后去做去做一个分析 哦 嗯 嗯